80多家4S店一夜之间全部被嘲讽了 现在买车不仅要避开那种会倒闭的车企 还要避开那些会倒闭的4S店 那么在昨天网上 有一则消息在网络上迅速发酵 广东的一家汽车经销商集团 他旗下80多家4S店 一夜之间全部被嘲讽 其中就涉及到了 问界 埃安 领克等品牌 所以我们在网络看到有人发视频 说在这家汽车经销商的4S店里面 定了问界的车辆 那么车还没有拿到 居然经销商倒闭了 肯定是没有问题的 一定会交付给这位车主 这过程可能会相对防锁一点 所以大家买车的话 我有两点建议 第一 购买销量好的车型 销量好的车型有诸多好处 首先第一点 车企没有那么容易倒闭 第二点 因为保有量大 那么它的配件会比较容易找到 比较容易购买 甚至比较便宜 那么说难听一点 即使要维权的话 跟你一样的车主也相对多一点 那么第二点 就是买这个品牌比较有保障力的 你比如说现在为什么那么多人买BBA 就是因为BBA的一个品牌力 给了他们一个保障 包括像这些比亚迪 广汽 长安 奇瑞这些大车型 那么即使经销商出现了问题 车企也一定不会不管 就像我刚才说的 问界一定不会不管 如果车企又倒闭 经销商又倒闭的话 那么这种车买来只能是遭罪 车企倒闭以后 你甚至没有收服务 配件可能还很难找 其他一些相应的服务 也自然就终止了 而尤其是新能源车的话 它有很多功能是通过 这个车机系统来使用的 没有一些实体按键 如果它这个车机系统都不运营了 我相信你的车辆使用起来 有很多的不便 更别说有没有OTA这种事情了 是不是 所以大家买车 擦亮自己的眼睛 欢迎大家关注我 一起来关注中国新能源车的发展